明天就要放假了 打算和小伙伴一起出去玩 今天我就做了一个有盐有料 超级好吃又简单的爱心饼干 打算带着给他们吃 100克黄油室温软化 用手指轻轻一戳有个小坑就可以了 再拿一个铲子稍微给它搅拌一下 加25克白糖 继续用铲子给它们搅拌均匀 因为咱们这里不需要打蛋器 所以需要多搅拌一会 直到白糖全部融化后 我们加入一个蛋黄 继续给它搅拌均匀 直到变得微微发白就可以了 145克低筋面粉给它过一下筛 戴上一个手套 直接用手给它抓拌均匀 直到最后变成一个光滑的面团 我们把它放在案板上直接搓成一个长条 再给它分成同等大小的18个剂子 再把每一个剂子揉成一个小圆球 轻轻按扁一些 下面我们开始按出爱心的形状 用手指轻轻地按两下就可以了 再挤入草莓酱 这个是我买的现场的 你也可以自己做 烤箱上下火160度提前预热5分钟 放在中层烤18到20分钟 很快我们的爱心饼干就做好了 看一下是不是特别的漂亮 还是来尝一下吧 它的口感有点像那种软曲奇 有一点软软的特别的好吃